我們就為同事 有沒有把我們當兄弟呢 沒有 就是一個 沒有 沒有 我是說我沒有把你們當兄弟 我就說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變成家人 沒有喔 沒有 我沒有要跟你結婚喔 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要內吼 這麼多人來看笑話 其實他把我們當家人也是一件好事 畢竟他數字多 冠優的一趴 我們就財富自由你知道嗎 不要亂講啦 賣賣 他有很多不動產喔 都誤會了 不動產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他不會分給別人好不好 1997年五月天成軍的時候 其實我們四個人都是同學 一直到1998年的時候 冠優加入成為了我們的同事 我真的很想說 就是經過了25年 到底我們這位同事 有沒有把我們當兄弟呢 在今天晚上 沒有 就是一個沒有 沒有 我是說我沒有把你們當兄弟 我就說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變成家人 沒有喔 沒有 我沒有要跟你結婚喔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講這誇張 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叫你老闆而已 對啊 你就想要跟我們變家人 要嘛是老劉 要嘛是老闆 等一下 要我幫你們工作嗎 不要內吼 不是 怎麼那麼多人來看笑話 沒有 我只是希望他講話可以厚道一點 沒有啦 其實 我很厚道 成為你 我是說 其實他把我們當家人也是一件好事嗎 畢竟他數字多 如果是家人的話 拜託 當然沒問題 親兄弟名算差 對 冠友 我10%就好 我5%就好 我1%就好 好 那好多人 好 冠友的1% 我們就財富自由 你知道嗎 不要亂講啦 賣咩 他有很多不動產喔 都誤會了 不動產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他不會分給別人好不好 因為他就是不動啦 不會動啊